书黄母训子诗戒以及仙佛圣训都是黄母梢书信读化佛子众生 众儿女心由一杯声大放为母国险和同妇语 黄元听了老母娘的话语 众元开佛子心中由存经疑 悲伤地放声大哭 老母娘见众佛子如此经疑悲痛 于是写下了和同给众元佛子 以作为将来回天之凭证 求道师的和同皆是凭证 自此我元佛子东土而奔至世界为男女灾地人 焉从此黄母之缘开佛子便向东土奔时而去 点至理世界或为男或为女定传地人间焉火 母子分各东西好不难过自此我众佛子受静傲间子各分东西 令老母娘内心好难过 而众佛子自此以后却受尽无限的折磨与煎熬 堂地白布风师名利图煎熬 安的咸鱼 不至今时区只算六万年载美想而在世苦 母心难安自三山脱一别 到现在区只算来已有六万年了 自营会生人已来至今未知出已将近六万年时光 每每想起众佛子在世间受苦受难 黄母内心就难以安疏 一别千苦一别六万多年 今时下运已至为母将导差三佛伴末后 老母娘降下了大道指引众生回天之路